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 热烈庆祝王一博电影 热烈预告片播放量破亿 关斗点赞破百万 由黄博、王一博主演 大鹏导演的亚运会主题电影 喜剧片热烈 已定当暑假7月28日 热烈已正式进入宣传期 这部双BO组合的喜剧电影备受关注 关博最新发布的预告片单视频 播放量已破亿 关斗发布的导演大鹏 和王一博九年的缘分短视频点 赞量已破百万 热烈也是抖音平台年度 最受期待电影 6月8日 抖音电影奇遇夜上热烈剧组导演大鹏 制片人陈芷熙 主演王一博出席了活动 在活动红毯 制片人介绍热烈是一部 与市场上大家常见到的电影 类型不太一样的新类型的电影 这是王一博主演的又一部创新类型的电影 又燃又热烈 又青春无敌 不但女生看了会尖叫 男生看了更会尖叫 整部电影和耳蒙炸裂 绝对会让观众热血澎湃 主创演员里 除了黄博 王一博外 还有刘敏涛 岳云鹏 宋佐 以及专业街舞舞者 还有一位参演热烈的街舞舞者 不久前 入选了中国街舞国家队 所以 这部电影不但故事线非常好看 舞蹈专业性也是不容智慧 可以想象通过大荧幕展现的舞台效果 一定非常炸裂 王一博说 一直努力 就会成功 这部电影告诉年轻人 不要放弃自己的理想 保持热爱 并为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去努力 你一定会成功 热烈会带给你信念感 带给你正能量 带给你激情和感动 这个暑假 一定不要错过这部中国电影史上 第一部街舞题材 喜剧片热烈 中年人也一定要去看这部电影 因为年龄可以老去 但青春永不退场 保持永远25岁 激情不散 热烈不败 7月28日 电影愿热烈与你不见不散 王一博《长空之王》还在上映 已突破8.5亿 王一博的热度一直居高不下 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引发粉丝的轰动 被评为顶级舞单的他有着自己的坚持 电影综艺双丰收 而他的一部已经上映很多的《长空之王》 又引发了新一轮的讨论 王一博的《长空之王》上映之后 拥有着全网热议的讨论度 无论是题材还是剧情 都让粉丝拍手较好 至今仍在大荧幕上播出 票房已经突破了8.5亿 成为了王一博继无名之后的 又一部代表作品 《长空之王》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情况下 粉丝踊跃支持 票房节节高升 成为了很多对家羡慕的一部电影 王一博也通过这部电影 更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他饰演的是非原 临危不乱 身体强硬 思路清晰 收获了大众的喜爱 而且《长空之王》的各类飞机 十分新颖 王一博驾驶飞机的时候 帅气十足 让粉丝未知疯狂 8.5亿的票房足以说明 全国人民对王一博的认可 上映还在继续 票房还会更高 粉丝也会继续支持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留言评论关注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